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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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禍重傷的徐瑋羅全搞不治 結束她28年短暫卻璀璨的生命 雖然演藝圈失去了這麼一個可愛的女生 但是她開朗的笑容 在演藝圈的亮眼表現以及精采的演技 卻是讓人難以忘懷 我以為誰讓愛情 不僅是難 卻以忘語說出來 可以過想而復 爸 爸 爸 現在我不會長大了 要給我 好 給 裙子會不會穿太短 我的裙子短 爸 我的裙子的大馬靴只剩下兩個膝蓋 這兩個膝蓋 這兩個膝蓋 會贏的嗎 會贏的犯罪喔 如果會的話 那我上去快求女婦啊 這次逛完街看到 就順便幫你買囉 還是妳貼心 對不對 爸爸 爸 不用謝我了啦 妳穿了也是妳販給我的副卡 我真要 不要讓她放任天 沮沉的水澆 我靜靜看著妳的勇安 聽妳的呼吸 聽妳的心跳 忽然很想歡喜你 現在就陪我去三世擾擾 你是我的吧 我一直為你感動驕傲 外面的世界再多飛繞 你依舊把單純擁抱 生命的旋律越長越高 而惟倫生前天真活潑的個性 不但在一圈內結交了許多好友 多次熱情的來到完全預料宣傳 因此這次透過完全預料 要呈現給您他最真的影片 歡迎戀香的仲佳演員 嗨 大家好 我是徐惟倫 我一...怎麼了 沒有 突然第一次聽到我的歌 沒事啊 先等下再講 然後就知道了 耶 歡迎徐惟倫 大家好 這是什麼東西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出了第一本新書 然後我就是在裡面大部分 就是教人家說怎麼樣在比較 像我們比較忙的時候 那怎麼樣保備自己的身體啊 我在裡面有寫就是 每天要吃三顆柳丁最少 而且是那種台灣獨柳丁那種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部分就是 我自己寫一些心情日記 然後在後面這個地方 對對對 就是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他完全沒有改過的 耶 君翔 徐惟倫 半議程 這是希殼 這個組合不太容易出在本台 你是外科醫生 你是外科醫師 當然啊 唉唷 對 而且什麼都來真的 什麼意思 你連開刀都來真的 真的啊 打針 你真的幫人家縫啊 不是 就是我們有貼假皮 貼假皮 嚇死我了 等一下 你知道我們劇組裡面 就學人是最愛吃的 蛤 這麼瘦 他還會有很多糧食 糧食啊 真的好好吃喔 一大包直接吃了 你既然贏了 你就好都把它吃掉 他快撲了 他好感動 他好感動喔 他從6點2到7點05分 終於吃到生平第一個包子 沒有餓一整天了 餓一天了對不對 因為今天宣傳一天了 你真的這樣子好可憐 餓一天然後人家一直吃 他不能吃 真的好可憐 你真的可以給我嗎 可以 三個都你的 對 三個都你的 你幫我包一下 這個也可以給你 那歡迎今天的來賓 許偉倫 歡迎 我知道現在許偉倫一定是羞愧 好沒氣勢的一個走進來 等一下 那個 我因為說視率很好你知道嗎 不需要問了一個問題 請問許偉倫 你這個時候跟那個時候 到底一共整了幾個地方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整 真的真的 可是差很多耶 可是這個時候的許偉倫 跟現在其實的臉是 臉是其實差蠻多的 有 是不是 對 這個時候其實差蠻多 那個時候是在做事情 我跟你講那是你 這幾張照片最漂亮的時候 我也覺得 真的 真的小學一年級了嗎 應該是 那也學了五年了 三四年了 五年了 小時候為什麼 那個爸媽媽都喜歡幫我們唱 唱圈圈的 你們應該有唱過 先學了鋼琴之後 後來就模仿愛心念後 就是小學一年級 這個時候是大概幾歲 國高中嗎 高中 高一的時候 示範一下 示範一下 我是攝影師喔 來來來對著這裡喔 對對對 好 第一張 你不要裝了 你明明就很自然 很自然 明明就現在還很熟悉那個動作 明明就很自然 一滿就是這樣 那我看一下 我剛剛在遠方看 我都覺得這是誰啊 那時候 她是個髒女 我在她家餐桌上看到 各式各樣的東西 堆滿整個餐桌 餐桌不是擺菜的嗎 但為什麼你會擺女性用品呢 她很容易就是敗倒在那個 男人的溫柔香中 很髒的女生啊 就是比較不拘小姐 只是很多衣服 可是是乾淨的衣服 你確定可是 可是你乾淨的衣服 應該會掉得好好的 不見得人家會講到邋遢 因為我每一早上出門就換衣服 然後回來再穿衣服 其實真的沒有時間整天 其實每個人都這樣耶 對啊 18歲叫我第一個男朋友 男朋友 因為她 因為她這樣嗎 因為她 你會沒有做比較浪漫的事嗎 誰啊 沒有朋友 什麼 他在直接打招 沒有 不關我的事 我在給你攝影棚啊 胡波可愛誠懇 這就是徐偉倫 最後就讓大家 將她最美好的一面 留在玩群一個吧 徐偉倫不幸車禍過 事走得突然 不止家人難掩悲痛 大批印尼也紛紛上網留言 表達不捨心情 而個性開朗善良的徐偉倫 在演藝圈人員幾家 好友楊成林 林偉鈞 賀君相 楊敬華 黃體焦凳 都強然哀傷 陸陸續續到聯堂 和他們心目中的天使道別 希望他就是在天堂會很好 對 然後希望所有人都希望下輩子 下下輩子都能夠再跟他 繼續當好朋友 就是很喜歡他 我現在沒有辦法去 講到這個東西 可能會很難過 而徐偉倫生前來不及拍完的戲 太陽的女兒劇組 上午也到場想想指揮 這幾天的戲 又剛好都在醫院 其實很痛苦 因為現在一進到劇組 就劇本都是他的影子 一進到劇組就會想到他 所以我沒有辦法拍戲 看得出男主角 十一男至今情緒 依然無法披护 其實圈內 與徐偉倫合作過的一人 聽聞噩耗都十分惋惜 徐偉倫的離開 讓所有認識或不認識他的人 都覺得遺憾 相較之下 少數媒體在採訪時的表現 就令人搖頭 不會擔心徐偉倫回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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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徐偉倫的父母 只是此刻需要的不是道歉 而是希望能夠好好 送寶貝女兒最後一程 目前陣地2月8號舉行夾季 2月11號將以音樂會的形式 讓所有喜歡徐偉倫的朋友 一起懷念他們心中 永遠的小公主 這是與徐偉倫 情童姐妹的偉倫最後的歌聲 當好朋友突然離開 心靈的媽媽卻又被爆料 在小吃店做台陪酒 心靈小小的身軀 背負著極為龐大的壓力 還記得去年2006年1月14號 心靈台南演唱會上 好朋友徐偉倫特地苦練舞蹈 與心靈一起合唱愛你 為演唱會掀起最高潮 一半唱歌的偉倫也在彩排時 讀成兩季如的五條間會議 沒想到偉倫之後一次公開的演唱 堅持在好友的演唱會上 而這也成了偉倫給我們最終的絕項 單親的心靈一直是偉倫為自己的姐妹 當偉倫悄然離世的同時 心靈又得獨自面對外界 對媽媽不實的傳言 捨得訴苦的對象 多了美光燈的追逐 我們期許心靈能夠更加堅強地 去克服眼前的難關 我會收記 我們下回收記 怎麼用怎麼用